所以中文一个口头禅说 慧魔 那个慧字里头 妙极了 慧了一开悟了 不慧 不慧还是迷惑 所以放下去慧了 我们的男放不下了 放不下说 佛给我们讲那都是假的 可是我们还是把他当真的 没把他看假 他依旧当真的 那就放不下 那些能放下的人 他真的是当假的 他没有把他身体当真的 同一观 同一观就是神 神界 你看断烦脑 佛把这个摆在第一 神界 第二个是边界 第三个是见去界 戒去界 邪界 先把这个东西放下 这五种错误的见解放下了 在佛法下 你入门了 你是真正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这五种错误的看法 没放下 是释迦牟尼佛学校 预备班的学校 那不是真实的 放下才是真实的 华严精神 是性位的菩萨 粗性位 就放下了 这个地位 虽然很浅 像小学一年级 可是我们不能小看他 他是圣人 他不是凡夫 他虽然还在六道里面 没出六道 但是 他绝定不躲三个道 人家有这个本事 在六道里面 天上人间 顶多七次 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 人家上了一年级了 他不会退转 他只有往上升 你看 七次往返 他就到七年级了 七年级是阿罗汉 八年级是皮之父 九年级是菩萨 十年级他成佛了 他是佛 他得到了保证 他得到了保证 不过进度 每个人不一样 有人跟利 进度快 有人更顿一点 进度比较慢 可是他绝对不会退转 他真的叫位移不退 那我们今天连这个小小胜 我们还没得到 这个原因 就是 还没有把身间看破 这头一关最难 这一关破掉之后 下面就容易 边境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再没有对立的这个观念 我们跟人对立 跟四对立 跟一切万物对立 这个观念双方 对立 要往上提升 我们讲 就有矛盾 矛盾在提升 就有冲突 冲突在往上提升 那就斗争 斗争在提升 那就战争 所以 许许多多烦恼灾难 根源 从对立里面起来 没有对立就活血了 真正活血了 平等对待活目相处 他因为对立了 知道这是好事情 还是做不到 就是这个错误观念 在作祟 在造成障碍 在作祟 好 呗 好 好